有一种智慧叫唐僧扫塔 唐僧曾立下一个红院 玉庙烧香 见佛拜佛 玉塔扫塔 在经过纪韩国金光寺的时候 遇到明珠被盗 僧人含冤 唐僧便在塔前许下心愿 希望尽快找到宝珠 为僧人洗刷冤曲 许过心愿后 唐僧与孙悟空师徒二人 各拿着一个扫把 各端着一盏琉璃灯 打开塔门 从第一层一直扫到了第十二层 我们一般扫楼梯都是从上往下扫 只有这样灰尘都往下落 最终才能扫干净 但是唐三藏扫塔 却一直是从下往上扫 原著如此 电视剧也是如此 这不是错误 其中蕴含的是中国人 一种修身的法门 总结成十二字 即起点低 当下净 回头脏 平常到 一 起点低 所有的修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每个人的起点都很低 开始的时候 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会 这并不可耻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承认这一点 才是进步的开始 清末李鸿章是朝堂的风云人物 但是他也曾早上起不来 说话不尽诚实 懒惰傲慢 做人不真诚 无论走到哪里 都没有人愿意接纳他 后来在曾国藩的军营里 才一点点盖掉自己的坏毛病 曾国藩自己也曾经只是一个乡下的小伙 在考上进士之后 还是满脑子升官发财 直到遇到恩师唐健 人生才开始走上正途 不怕起点低 就怕不努力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他下身子努力去做 只要持之以恒 一杀一石 能堆积成微微高山 一砖一瓦 也能盖出高楼大厦 二 当下静 唐僧扫塔的时候由下往上 所以灰尘一直在往下落 刚扫完下面的就又脏了 老人说狗熊掰棒子 掰一个扔一个 这样做是白费功夫 但是佛家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当下静 当下的立身之地是干净的 修身这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专注当下 有缘禅师来拜访大厨慧海禅师 请教修道用功的方法 他问慧海禅师 和尚你也用功修道吗 禅师回答 用功 有缘又问 怎样用功呢 禅师回答 饿了就吃饭 困了就睡觉 有缘有些不解地问道 如果这样就是用功 那岂不是所有人都和禅师一样用功了 禅师说 当然不一样 有缘又问 怎么不一样 不都是吃饭睡觉吗 禅师说 一般人吃饭时不好好吃饭 有种种思量 睡觉时不好好睡觉 有千般妄想 我和他们当然不一样 吃饭就吃饭 睡觉就睡觉 修行的真谛就是抛却杂念 专注当下 未来不可得 过去不能留 一个人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 只有做好每一个当下 人生才有领悟的可能 很多人一心三用 干着这个想那个 到头来 反而什么也做不成 三 回头脏 当你走上更高的台阶 再往后看的时候 发现后面的台阶又脏了 不是你过去做得不好 而是你进步了 当你进步之后 你再往回看 你就发现很多不足 如果一个人回收往事 全是荣耀 全是优点 那说明他在走下坡路 曾国藩晚年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他修行了一辈子 应该对自己满意了吧 但是翻开日记 依然是对自己的反思责问 责问自己为什么偷懒 为什么不能尽心尽力 几十年如一日 其实他已经比普通人 做得好多了 但是他依然不满足 继续努力 继续攀登 人这一辈子 一定要学会回头看 反思自己 改正自己 才能不断更新 不断前行 四 平常道 王阳明曾经有个学生 因为公务繁忙 不能听课 于是来找王阳明 表达自己的遗憾 王阳明却说 凡是在世上练 公务也是修行 真正的修行 不是说要参禅 打坐一本正经 而是在日常生活里 在一餐一饭里 在工作里 在穿衣打扫里 不是那些高大上的事情 就是日常生活的小事 做好了就是修行 唐三藏扫塔之前 最开始有一段 是这样描写的 当晚满田星月光辉 桥楼上根骨齐发 四壁寒风起 万家灯火明 三藏沐浴壁 穿了小袖扁衫 竖了环涛 足下一双软弓鞋 手里拿一把心条住 对众僧道 你等安琴 带我扫塔去来 唐曾一路上 其实扫了很多塔 对他来说 只是家常便饭而已 但是他依然足够庄重 足够认真 依然一丝不苟 这就是一个人的修行 一心一用 认认真真做好生活中的 每一件小事 就是修行 就是真佛 这是一种完全负责的 生活姿态 也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无论大事小事 即是慢事 都能认真对待 认真反思 不因失误而悔恨 不因遗憾而抱怨 一心一意 不停前行 点个赞看吧 愿你不惧怕起点低 拥有当下静的心 从容笑看回头脏 修一个平常道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再下个夜晚 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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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